为什么你扑球老师会出界 我先做一个示范 就是先做一个会出界的示范 我先扑一个 这个动作就会出界 这是什么动作 从侧面看 是这样 首先拍面去扑球的时候 拍面是往上扬的 现在讲的是错误的 然后往前挥的时候打到球又压出去 那么那个球就是 这样往上跑的 正确的扑球动作 反拍的握拍 接杀球的握拍 球来了以后 比如说球这样过来 手拿出去 直接对着这个球拿出去 不要做后隐的动作 没有做这个后隐的动作 你后隐的时候 这个球拍就会往上 但你扑出去的时候 就容易往上扣 发力太长 他就容易打出去 球拍拿出去 直接压住三点一线 什么叫做压住三点一线 击球点 球头和对面的场地 三点一线压住 压住 好吧 在这个基础上 手指发力 啪 球就下去了 只需要啪 只需要手指做一个 后四肢往回收 大拇指点 点一下那个球头 那个球就下去了 但是扑球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去什么 抢那个时间窗口 就是对方的球 高于往口的这一段 我们要在这一段去扑球 但是如果说你的动作太大 动作太大啪 这个动作你一往回收 那个球就往下掉了 在你扑到球的时候 球就低于球网 一个容易下网 要么你就只能往上扑 往上扑就出界 打过去 要么就是一个往上走的高球 正确的示范来看一下 球拍拿出去 直接对着球头 现在就是压住的状态 直接手指发力 点一下 啪 啪 就下去了 来试一下 OK 就这样去扑 基本上就不会出界 好吧 基本上就不会 也不会下网 我知道 来 valuable 麻烦